网络上打着为儿童带来希望 不但有官方账号 还举办爱心捐血次数礼活动 新颖民众在底下留言 但脸书上的资讯写得不清不楚 捐血人实际询问捐血中心 发现是骗局一场 捐血是一种无常的行为 不会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给你现金啊 什么的相关等等的相关回馈 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业者大拉拉在脸书上张贴海报 标榜只要捐血五次 就赠送福利金两百元 最高赠送一千元 民众得先加入特定的赖账号后 提供捐血次数证书就能获得 但这一切都是假的 类似的诈骗行为 还有征求捐血志工 护理人员 通通都是想诈骗证明书上的个资 如果你们私底下接到说 有任何什么回馈现金 这都是诈骗哦 然后如果现场有主办单位 加证纪念品的话 一定会现场给大家 不会事后再打电话 跟您要您的个资 我们是在帮助其他的病友 有需求的人 而不是利用血液来作为赚钱 凯米台风过后 高雄市目前的血液库存量 只剩一周 其中又以A型血液最短缺 没想到此刻 却有诈骗集团 又利用民众捐血的爱心 想诈骗 让捐血中心赶紧出面澄清 呼吁民众别上当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请再打电话